是由牧师宋一鸣所领导的教会一起发光 争议有一头拉骨连环抱 而其中这身为前教友的资深医药记者王瑞玲 在之前表示说这个教会去年借由了花莲太鲁哥出轨事件 营造了假见证 这引爆了另外一波舆论潮 天哪 如果假设王瑞玲他的指控是真的话 难道连见证都做假吗 不对此有工作室人员在领书上晒出证据驳斥咯 表示他们确实有订到太鲁哥号的车票 然后才改当游览车 而非谣言所说的本来就要搭游览车 看到火车出事才故意的沾上边 这个完全是不同的情况 现在到底真真假假 谁说的是实话 两方都各有拥护支持者 好 这个女性小甜甜跟一起发光 教会的牧师宋一鸣之间的争议沸沸扬扬 已经好几天了 小甜甜也退出教会了 后来又好多艺人跳出来爆料 说这个教会跟宋一鸣问题一大堆 一起发光的初创成员艺人李明一 他曾经也担任过理事 他昨天受访的时候就补枪说 牧师不是CEO 牧师应该是以爱人牧养为主 不是意图掌控 不然你去开公司好了 李明一也解释他离开一起发光的原因 他说他2016年就离开了 因为他不欣赏宋一鸣台上台下表里不一 情绪控管有问题 动不动就发脾气 宋一鸣做事的方式他都不认同 所以他已经离开了 那另外呢 就是宋一鸣的这个教会一起发光 因为小甜甜跟小甜甜之间的纷争 现在连带着后面是一连串的爆料 不断的在延烧 那很多网友纷纷涌进教会的Google评论 狂刷一新的负评 所以已经累积了80多则的负评 导致评分跌到了只剩下1.8颗星 不过神奇的是哦 才过了一天 教会在Google上面的评论 就重新回到了4.3颗星 而且负评全部都消失了 只剩下4个月之前 有6则评论还留着 那是把留言都删除了吗 教会需要这样来经营吗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